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9月21日的新活動 就是星神祭最新的活動 大家可以理解為萬聖節 它的質素是... 封守成宴 這個活動大家都看到 首先有一個南瓜的外觀 這個應該是男女有一點不同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男的那套 女的那套 我覺得一般 不要緊啦 先看這裡 這個就是... 講述食物、酒場 都會變成星之船 對上那次是龍噴火 這次是南瓜頭噴煙花 另外 八婆也進化為萬聖節的八婆 大家看到其實漂亮了很多 我自己也有考慮過買不買 這隻拔尖豬就變成南瓜豬了 嘩 真是漂亮了 我再看看 不過沒關係啦 這裡可以看到9月21日正式開始 而萬聖節的八婆也有套裝 這裡可以看到了 另一隻拔尖豬 好 接著再上去 新活動 打一條飛雷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活動可以生產一把特別的雙劍 我相信應該是跟萬聖節有關的這把雙劍 要看看到時候究竟是怎樣了 下位的素材也會提升 即是這條飛雷龍也會打得特別多 這個意思啦 大家期待下把雙劍 接著 第二個新活動是打兩隻 一隻鷹火龍、一隻癡火龍 一隻鷹火龍、一隻癡火龍 加起來就兩隻 這個活動可以打到豬頭的Skin 另外就是貓頭的Skin 我自己覺得這隻貓頭的Skin 非常有趣 豬頭的那個是蠻噁心的 好 一個活動、兩個活動 第三個活動應該是USJ 這個活動就不說了 期待一下新的星神祭 我自己也很期待這個南瓜的Skin 或者是一套套裝 不知道大家又期待什麼呢 好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